非常忙碰你早餐 我是大家好 好 明贵把08年11月29号星期五 礼拜五的时段 七点钟的时段 我们有几个就是属于比较轻松的单元 那除了尧顺的吃喝玩乐之外 那另外还有旅游 还有体育赛事 好 那体育赛事 现在你所有会关心到的体育赛事 除了NBA 除了MLB的 这个就是说篮球跟棒球 这种的就是说 大家比较热门的普罗运动的职业赛事之外 其他的几乎都会跟冬奥扣在一起 对 几乎都跟东京奥运 换句话说 各个运动项目 甚至于棒球 篮球我们不会有机会 甚至于棒球 最近如果你会觉得那个温度上来 它一定是跟冬奥有关的 我们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在争取冬奥的门票 在六抢一当中 我们还有机会 这是指棒球 对 虽然难度有点高了 但是还是值得努力 有机会了 对 那就冬奥12强的同牌战 12强赛同牌战 牵动中华队的六抢一等等 另外今天我们还要关心了 两个华裔的运动员 一个林 林苏豪小豪 小豪离开了NBA 你看他今年NBA开打之后 一样这个虎虎生风 就是扫了林苏豪 这个其实还是蛮遗憾的事 因为从一个美国的NBA的 这样一个直篮场上面 失去了一个唯一的华裔的面孔 这个对于NBA要开展华人市场也不利 对于华人对篮球的这种热度来讲 其实也不利 不过他到了大陆 打CBA 打大陆的这个就是甲A的篮球联赛 那到目前为止 他所属的球队呢 已经打了四场比比赛吧 对 四场比赛表现都不错 其实打好多场了 OK 好 那好像四连四连胜 好 再来呢 陈伟英 这也是我们要关心的 那我们先从 我觉得我们先从陈伟英关心起好了 陈伟英 因为MLB的赛季已经结束了 那陈伟英现在应该在台湾吧 他之前回来 24号回来 回来了之后 然后我看到马铃鱼很快的正式 就是把他给释出了 对 其实上个礼拜 就前一个礼拜就通知他了 就通知他了 DFA 对 那过去这一个礼拜 我们还没有看到 就是说有其他的球队 有跟他准备接触了 就是因为DFA就是 就是指定让渡 指定让渡 就是说任何其他球队 都可以来谈条件 去接纳他 那如果没有 没有其他球队来接触的话 那马铃鱼队除了要付他 剩下来的薪水之外 可能就把他放在这个小联盟 小联盟的这个 他还是继续领原来合约的薪水 没错 那当然 但一旦放小联盟吗 不能够继续的让他留在大联盟打球吗 基本上那个马铃鱼队是把他移出了 私事的名单里面 就是说他不是在保护名单里面的 这些这样的球员 那虽然说双方合约是还有一年 那这一年 马铃鱼是薪水照付 但是因为你不在这个大联盟的 私事的名单里面的话 你就不能跟这个大联盟的球队来比赛 就是那你还没有 不能再放进来吗 对不能 就是他已经在保护名单以外了 这事实人所谓的保护名单 就是说除了我25个 这个一军的这个球员之外 我可能有15个 就是我希望要留在我球队里面 未来有发展性的 被我所住的 没错 就像我们这一次去参加这个12强 12强比赛的时候 像张玉成啊 林子伟啊 他们都是40人名单里面的球员 就不能来参加这个12强的比赛 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说大联盟规范的就是说 奥运也好 这个12强赛也好 WBC也好 就说你在这个40人名单里面 除非球队同意你来打这个比赛 不然的话 经典赛是你在这个40人名单以内的 就是大联盟的球员可以来参加WBC的比赛 但奥运跟12强的比赛的话 就是40人名单里面之内的这个球员 都不能来参加 那有特殊情况的话 就是你去报备球队同意你来才能报备来参加 那基本上就是说 他严格限制这个大联盟现役的球员来参加12强跟这个奥运的比赛 好 那他现在被指定让渡 那如果没有球队来找他 那对从我们的关键棒球运动的角度来讲 如果在美国的职棒当中来讲 少了个陈伟英 等于台湾就没有什么第一线的这个投手呢 在美国职棒了 就是到目前啦 就剩下林志伟在3A跟大联盟之间嘛 这个最接近大联盟的球员 另外其实我们在今年这个球季 就是刚结束这个球季 看到张玉成有上来 在印第安人队 另外我们在12强赛看到江少庆的投球的表现 其实他也是在接近这个大联盟跟3A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水平 由于他在12强的表现是还不错的 基本上是算是亮眼啦 所以明年这个春季这个春训的时候 印第安人应该会给他一些热身赛的机会 实际上在今年这个球季就是19年这个球季 江少庆有受邀来参加春训也投了几场比赛 接下来看因为有一个在12强的这个亮眼的演出之后 是不是在下一个球季的热身赛的时候 就会有比较多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轮值的一个机会上来投球 也不一定啦 我觉得是这一点是比较乐观来看啦 另外就是说印第安人队刚好是这个 他的这个先发投球群是在一个换血的一个阶段 其实我们看到今年印第安人就是刚结束这个球季 我们其实看到印第安人在最后挣扎这个 这个季后赛 争取这个季后赛外卡的资格的时候 就是很遗憾 就是说因为他的先发投手 等于是解体啦 就重新重新在编整的一个状况下 但是江少庆就是感觉上就是圆签一面 就是差了一步 那上来的上来的这几个像 Serville还有另外一个 我一下讲不出来 就是很年轻的投手 都是算是rookie 也都跟江少庆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介乎3A跟大脸龙之间 这一线之隔的这样子一个成绩的投手 他们其实在这个球季 后来获得上来大脸盟投球的机会 表现都还不差 另外就是Cory Kluber Kluber这个印第安人的王牌投手 因为上一个球季 因为受伤的关系 所以在整个球季的末期 基本上都是靠这个年轻的新球 在撑场面 那成绩达得还不差 所以这可能对这个印第安人队 在下一个球季 他的先发阵容的调整上面 会做一个重新的考量 那江少庆就比较有机会 争取到第五号的一个位置 第五号先发的一个位置 或者是被球队在这个大脸盟开季的时候 放进二苏人名单 来跟着这个球队在一开季的时候的这个名单里面 然后看有没有比较适合的场次 让他来做这个大脸盟的先发的一个投球的一个机会 然后再看他的表现 来决定他下一个球季的一个去留 就是说这位置 就是说是留在大脸盟 还是继续回到3A去等待 好 因为陈伟英 陈伟英被指定亮度这件事情 在台湾的棒球运动上面来讲 是值得花点时间谈的 因为毕竟在美国职棒上面 当失去了王建民 失去了郭洪志 现在失去 台湾的棒球的好手 那在美国的就是说呢 这个MLB上面大放异彩 那王建民是直接被杨基呢 拉过去 在美国呢 就是落地生根的 那郭洪志也算 但是郭洪志一去就带伤了 那当然一直都是颠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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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但是也留下了很棒的几乎 1.2的防御率 好 这仍然是到其对史上面的最低的防御率 OK 左头最低的防御率 那这些呢 对于他总还是 就是也留下了光荣的暂时 对 那陈伟一是另外一个情况 陈伟一是在日本职棒创架了非常辉煌的记录之后 然后呢 被挖到了美国去的 马林渝在当时终究是也花了大钱 对 然后签了 签了长约 对 五年八千万美金 对 这个 当时是 全球华人有史以来最高薪 对 就是这个薪资 即使不用华人的角度 即使在一个在职业运动上面来讲 能够达到这个薪水等级也不多了 薪资的一个变化 膨胀 没错 没错 就是当然这是各个球队就说 在这个 杨基队的高薪来争取这个好手的这个刺激下 带动了各个球队就说 希望用这个高薪来挖角好手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潮 但是从陈伟资的合约签下去以后 你会发现最近这几年 在大联盟就很比较难看到这种用高薪长约来签 锁定某一个特别的一个选手 就像Bless Harper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过去本来是国民队的一个打击的好手 但是他去年成为自由球员的时候 他的合约一直谈不下来 一直到最后才跟费城敲下一个合约 就是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这样子的风险是不太大了 你签一个七年破亿的一个 七年或者八年破亿的一个合约 那这个球员万一有在他的合约当中 前几年有什么就出什么状况的话 你就会变成伟大不掉 对这个球队未来的经营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对 确实我觉得这一二十年的时间 其实不只是MLB 不只是职棒 NBA也是一样 没有那种薪水的膨胀 极为极为明显 那都是用长约高薪 既炒作球星的行情 那炒作知名度 也炒作这个运动比赛的温度 那不是只有MLB 我看到最近的 比如我们待会会谈到的 像NBA勇士队的Curry Curry拿到了两亿的长约 两亿美金 这个大概是职业运动员最高薪的合约 那时候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签约的当时你觉得Curry值 Curry的商业价值也好 Curry的那种的品牌价值要值 可是他很快就受伤了 其实我觉得就说球团愿意会做这样的投资 可能还有其他的商业考量 跟这个球队这个风格建立的一个商业气息的 这样子的一个意味在里面 主要就是说这个球员 他可能他一辈子都只会打我这个球队 那我在他身上做这样的投资 可能我看的比较长远一点 就是说未来这个球队可能就是说 会以这个球员为招牌 然后希望在这个地方 这个城市里面建立起这样子的一个风潮 希望说这个球员能够带领 这个球队在这个城市里面 发展出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 篮球的氛围 或者说运动 棒球运动的一个氛围 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着眼的话 可能他就愿意做这样的投资 当然这也不一定说每一个球团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跟这样子的氛围 也不一定有这种条件 没错 因为不管直栏直棒 最近不管在直栏或者直棒 我觉得最近这些年 因为薪资的上往上的这个调整 所以他也有可能是使得 这些球星的流动量大幅提高的原因 对其实在最近这两年 我们已经看到 就是这样子的风潮 其实已经慢慢就是平息下来 就是说球团考虑的多了 而且过去有很多 刚刚讲这个大合约 这个常年线的这样子的合约 已经有球团受到风险了 就是说这个风险因为太高 所以球团很多 像在去年球季的自由市场上面 大家就是说望而却步 像Harper是到最后才签了约 像过去大家还有印象 就是说红袜队的这个王牌终结者 这个Kimberl Craig Kimberl 他甚至于到 红袜把他放出来以后 没有人要 没有人要 一直到最后 今年这个球季都 上去上个球季都已经开打到一半了 小熊队才勉强给了他一份合约 让他去小熊队 但他的表现就很糟糕了 好 当然陈伟英 我们还是 我们回头看 就是说 从马林跟他签了这个长约 这五年的时间 现在已经过了 过了四年了吧 对 今年是最后一年 对 今年是最后一年 当然最后一年 就算他摆在小联盟 那不打什么球 他还有两千多万的 两千两百万 球团要承担了 对那个是一个 其实你把它移出四十名单的意思 就是说我不要了 但是这个何运心 是要承担的 好 但是你倒过来看 就是说 这几年的时间 我觉得MLB的这个生态环境 其实改变也非常非常快 新人辈出 对 然后这强中自有强中手 那有更有亮点的头 手强 强头一波接一波 那陈伟英的那种的 比较老牌的老老式的这种的 头手 你不管是在 在球场的现场 或者从一个商业的价值的角度来讲 陈伟英似乎都没有 都没有发挥太大的功能 我觉得转换 对 转换球队以后 其实当初球团愿意给这么高的薪水 其实他们是有规划的 因为大家应该还记得 马力宇当时的王牌头手是谁 是那古巴小子 这个Jose Fernandez 他是一个新世代的一个 亮眼的球星 他是当然的王牌 当然的一号先发 那找陈伟英来 他做第二号或第三号的先发 因为小费是右头手 那陈伟英是左头手 对 所以如果说 就当时马铃鱼的这个团队 一个条件来看说 找陈伟英来 其实是蛮合理的 而且给这样的一个 当时 以当时来看的话 以当时陈伟英的水平 对 给这样的一个合约 其实是合理的 那只是没有想到说 来了第二年 小费就传 那就 就 就广深了 那对这个球团打击 伤害很大 当然非常大 因为 马铃鱼这个球队 其实 基本上他的整个成军的过程 我们从他成军历史来看 他这个球队就是 当年你看 1993年成军 然后97年就拿到第一个打赛的冠军 当时的是 老板是 有三个吧 他是 做这个NFL 投资NFL起家的 然后他买了这个马铃鱼队 成立了马铃鱼队 当时就是 从这个 因为是扩边的球队 新扩边的球队 他是从其他球队40人名单以外的球员里面 去找 去找球员来成军的 93年成军 97年就拿到世界大赛冠军了 当时就是 砸钱 砸钱去买了很多大咖的球员 这97年时候 他就很快 当时是一个 MLB的一个记录 成军四年就拿到世界大赛冠军 当时是一个记录 那97年拿到世界大赛冠军后 98年他就 全部不要了 我这些大咖 我全部放掉了 那这个老板有三个 也不愿意继续经营下去 这个球队就开始转手 转手以后 马铃鱼队 球迷 就是进场的观众 始终是起起伏伏 起起伏伏 从来没有超过说 平均单一球季 能够超过了3万人 从来没有过 甚至于2万都很难 那 就开始持续下滑 虽然他2003年 又拿到一次世界大赛冠军 大家也许还记得 Josh Beckett的这个投手 还有那个Pavano 那个玻璃人 后来跟王建民 做了队友 还有这个A.J.Berness 这些人 都是当时马铃鱼队的投手 但是那些 那些都是新生代投手 说他靠一批年轻的投手 还有现在还在老虎队 打球的这个Miguel Cabrera 想不解的名字 他是在老虎队拿了三冠王 就是前两年 他是每年打击三冠王 就是这样子一个明星 年轻的一个球员 球员组成的这样的球队 在2003年打败杨基 拿下世界大赛冠军 所以当时马铃鱼的球迷 重新又回到球场上来 替这个球队支持 但是2003年之后 就是Miguel Cabrera 转队出去之后 成为自由球员 离开了之后 球队就开始走下坡 一直到Fernandez 小费出来 大家又看到希望 但是小费一死 你看 他把他的三个 主要的外野手 明星或极的外野手 John Carlos Stanton 还有这个Christian Jalich 还有这个Ozuna 全部交易掉 就是说你球队的主力球员 本来的明星投手 跟三个明星外野手 你全部把它放掉了之后 你就知道说 这个球队要开始重建 就是Derek Jeter 来接手之后 就是最近这两个年的事情 那找了这个 Don Mattingly来之后 就是我觉得 因为他跟Jeter 是有一个杨基的 前后队长的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所以当Mattingly来了之后 应该是有接到球团 这个整个球团领导阶层 更新以后的一个新的指示 所以他在球员调度上面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 持续在做一些盘点 然后希望能够给新的球员 多一点机会 像这个球季 刚刚结束的这个球季 陈伟宁甚至于 先发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他要 球台已经决定说 要给年轻的投手 更多的机会 我们在上个球季 看到一个日益美籍的 这个投手 左投手叫三本 三本乔丹 Jolin Yamamoto 来接替陈伟宁的 在先发阵营里面的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很明确的看出来 陈伟宁在上一个球季 根本不可能再回到 先发投手的阵容里面 当然在我们现场的是 熊昌成 我的老朋友 台湾非常的资深的体育人 体育媒体人 讲陈伟宁并不是要光谈陈伟宁 而是陈伟宁的指定让渡 而且他很可能预告着陈伟宁 在MLB的生命 已经接近 我觉得不用那么悲观 真的不用那么悲观 因为以他的条件来讲 他现在三四嘛 到八月是三十五岁 以他在我的条件投手 继续留 因为他的态度已经很明白 就是他继续留在大联盟 希望留在美国发展 然后加上他的经纪人 这个Scarboros是顶级的 王牌经纪 对 没错 然后以陈伟宁在 不是说他不行 他今年这个球技 虽然在牛棚里面出发 但是他 六点多吧 对 他也有一场比赛 曾经投了四局 也就是说他还是有先发的实力 只是马林宇这个球团 不给他机会而已 我觉得他跟Don Mattingly之间是 我相信存在的是一些心结的 没有错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这个球团 不太给他机会了 对 甚至于有好几场比赛 就是只差一个出局数 他就拿了 有渗透的资格 就把他换下去 连这样子 对 就是一家公司 有的时候跟着员工没有缘 或者说缘分已经尽的时候 已经并不是你好不好的问题 没错 你可能很好 可是我的公司并不需要你 对 就是专长或者位置上面 不吻合的时候 那没有办法 但因为陈伟英的 如果说陈伟英的 现在离开马林云 陈伟英如果说 如果他还有一年的合约了 那看他有没有机会 找到其他的球队 没有的话 就只能够在马林云 就是耗着 那第一个 大家会觉得台湾的 台湾过去 每个棒球辉煌的时代 都是因为有一群的大投手 对 不管是在郭元智 郭太元 郭元智的 在郭太元的时代 那个时候虎虎在身风 你之后你看到的 黄平阳 陈毅信 那个又是另外的 一个大投手的时代 那个只要投手登场的时候 你就觉得 那个就是个票房的保证 到了之后 你看到的像是王建民 郭宏志 陈伟英 这些把整个的台湾的大投手 带到海外去 陈伟英是从轻棒起家 他在轻棒的时候 就有非常辉煌的成绩 比王建民成名更早 王建民在轻棒的时代 还是以打击建场吧 好 然后呢 他到了日本 你看到日本呢 创下来的那些的成绩 陈伟英在日本 每一场的出赛的时候 基本上面呢 都是看点 没错 好 那当然这些人显示 当顾翁志也退休了 那王建民现在看起来 也一直都找不到一个位置 陈伟英也退了之后 那接下来就是告诉你 台湾的大投手们 到了要换学 大换学的时候了 有没有能够接得上来的 我不知道 这一次的就12强赛 当然你我们看到了一些 但是还没有成熟到 那个阶段 清皇不接的时候 棒球其实留给人家的悬念 是很多的 那么就要广告 广告回头 之后就去请教熊昌城 非语勿武 非得早餐 我是谭家楼 好 礼拜五的时间 那今天熊昌城的时间 好 再聊林苏豪之前的时候 对 我们刚刚呢 在聊棒球的时候 聊到陈伟英的 陈伟英的指定让度 这个当然会让棒球迷会 会知道 台湾在 在美国职棒的 那个黄金年代 大概已经接近尾声 那下个世代呢 谁会 谁能够代表台湾 再到MFB这个呢 这个就是说呢 棒球的最高殿堂 去竞技 还不知道 现在看不太出出来 好 那但是呢 我们就来关心一下 就是说明年的 明年冬奥 明年冬奥当 当中华队 中华队当然从这12强赛 从之前的资格赛 12强赛 我的总体来讲 有的时候运气不好啦 有机场比赛 我觉得运气不好 没错 没错 棒球其实很难说了 变数很多 对 没错 我记得有一句话说 棒球是很难的 很难预测的 很难 他就是说棒球是很难的 然后接下来说 就是因为它难 所以它才那么棒 才会那么吸引人 就是说因为 我想棒球的知识 棒球的这个各种技术 技巧啊 各种战术啊 什么大家都了然于胸 尤其作为一个台湾的球迷来讲 我们长时间都在关注 因为大家把这个棒球当作是国球嘛 所以几乎台湾每个人都可以讲上一些自己的一个棒球知识 但是真正到比赛赛场上去见真章的时候 有很多临场的一些变化 往往是有时候是存乎一心 就是教练团或者是运动员选手在球场上 随时的一个反应 就是说你当下及时的反应 或者说你累积的一些棒球知识跟经验 在当下做出一些比较初期的判断 然后能够往往就会影响了胜负 像这次的12场比赛 我就觉得说对日本那场比赛 我们一局上去掉两分 那林鸿玉那一支长打的一个安打 眼看就是要出去了 那如果说那一支长打是出去了 一支两分炮 马上就追平了比输 那个气势就不一样了 那很可惜 那个球就是打在墙头上掉下来 但比较值得 后来我记得好像媒体有报道 就是说当时上元浩志 在做这个日本电视转播的一个球评 他就说检讨这个比赛最后的结果 他说中豪队的跑壘不够积极 他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批评 因为我们当时是两人出局 一壘上有跑者 那打这么远的一个距离 为什么一壘上这个跑者 最后是停在三壘 为什么没有跑回来 速度不够 不是速度不够 就是说你当下的判断 你也认为这是一支全雷达 包括林鸿宇自己都认为 这应该是一支全雷达 都管你三千二十就开始跑 那一天因为风势太强 就把这个球就挡回来了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正常跑壘的话 两出局以后 你在垒上的跑者当然就是积极的就往前跑 你管这个球打在哪里 那很可惜就是这一分不但没有两分炮 反而是说该得了这一分也没有得 这个当下气势的消长就差很大 不管是对日本对墨西哥的比赛 我觉得都有他可惜的地点 没错 有的时候非战之罪 对了棒球你想 投手投出来的球 左边点右右边一点 都可能会影响到打击 这个打击者打出去的 远一公尺短一公尺 那可能差别就很大 你想想看 当时如果说是一个两分炮追平的话 那对日本队的选手的心里面的压力 就很大 其实那场比赛你可以看说 我们跟日本都打11只安打 我们也有很多的机会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 在前八局就是没有办法得分 但日本就是压住了你这个气势 所以他一路他都打得很顺 就是整个比赛来看的话 最后是8比1的赢球 日本队就是赢在气势上面 棒球场上有时候就是 就是看这个势头 就是momentum的一个转换 有时候像对美国那场比赛 我们2比1的领先 达到7局下 多可惜 那是一个可以考虑 眼看着就要赢球 两出局 一人跑者战一垒 然后你算在球数上落后 其实那是不是一个换头的时机 事后我们来看 当然这不是事后诸葛 就是我们讲一个momentum的 一个转换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刚提到说 对日本对你一个应该是两分炮 结果没有出去 那对美国这场比赛就是 当下就是说你是一个下钩球的 下钩球的这个投手 吴升峰 他投到第七局 然后只是掉一分 已经非常难得了 他就六个三分之二局的 一个投球 很好了 这个内容非常好了 那这个时间点就是说 捕手突然出了一个状况 他投到一半 面对下一个打者 他投到一半 是捕手出了一个抽筋的状况 那你换捕手 那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想到说 我顺便连投手都一起换了 因为下钩投的投手 基本上你在面对打者 第三轮上来的时候 你的球路可能人家已经熟悉了 这其实是一个换投的一个时机了 当然他七局前两个出局 他都很漂亮的解决了 但是捕手这样子的一个 伤停的时间 会不会中断了他原本 很顺的一个投球的节奏 这个时间因为你要换捕手 你是不是连投手一起就换掉了 那你决定继续让他投下去 因为他当天的状况的确是很好 结果下一个球就被打了一番 两分 这个气势就逆转了 后来那一分就追不回来了 好 现在当我们还有最后的机会 对 六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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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机率很低 只有六分之一 其实主要就是说 我们因为比赛是在明年的四月初 那四月初就是说 我们旅外真球员的征召 然后就会有遭遇到一些困难 就是各个球队球季都开始了 球季都开始了 那不是春训 球季都已经开始了 那另外的五队是哪五队 现在你确定是荷兰 然后大洋洲的 这可能又是澳洲了 另外就是 美洲会有两队 美洲资格赛的第二第三名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队 就是亚锦赛的一个人 那你要对荷兰 其实我觉得对荷兰 对澳洲 如果说是像这一次12强的一个表现内容来说的话 我们在主场嘛 因为是在台湾打这个六抢一 我们在主场的比赛情况来讲的话 其实中华队是有优势的 问题就是说 你在没有办法征召这个旅外的球员的状况下 你怎么样建构一支 起码不差的一个中华队的阵容 这个就比较有一点困难 希望最后六抢一不要是中国队拿到门票 我觉得不太可能 这是不太可能 但是因为这几年的时间 中华队在打大陆队的时候 打的都不是很顺 都不顺 其实你赢球的机会大 可是你会发现赢的都颠颠勃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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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觉得是有点心理因素 好吧我再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我们就来关心一下大陆 关心一下林书 非常棒的早餐 我是谈家龙 好在我旁边的熊汤头 当然NBA呢 NBA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 因为开季之后 我觉得强弱 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 勇士的弱是可以预测的 勇士当KT走了 然后让浪花兄弟都受伤 都没有办法出来 勇士的弱是可以想象的 好但是火箭好像打的也不怎么样 火箭砸了这么多的钱 好像也不怎么样 然后田瓜好像好像火了 田瓜 我都觉得田瓜上次打完奥运之后 我就觉得他应该差不多了吧 他应该已经 而且你看他接下去走的几支球队 都被排挤啊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啊 其实不是排挤 是他太大排了 然后他的打法已经没办法融入在这个 新的体系里面 所以就感觉上有一点格格不入 然后我觉得自己的心理调试做的恐怕也不是很好 因为过去他就是一人独大 球权在手 然后非常自我英雄主义的 排挤出好的下场 这是说明就是说 这个篮球就是还是团队的运动了 你要怎么样融入你每一个不同球队的一个球风 然后把自己做一些自我调试 然后尽可能的说 让自己的球技能够在新的球队 新的环境里面去做一个适当的发挥 应该怎么讲 一个成功的球员应该要知道收放自如 就是说该你知道这个球队是该你是当老大的时候 你就出来当老大 就像他在尼克队的时候 自己觉得是不可一世 当然尼克是他的主场 因为他是这个Syracuse出来的 就是雪神大学那个Orange Man出来的 就是他是一个当地的这个Hometown Hero 就是家乡的英雄 大家把他当当自己人 没错 所以你在尼克你觉得你可以呼风唤雨不可一世 但是一旦你的球 你的队友对你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不能够接受的时候 你就要去做一些自我的一条整个球阵 尤其其实我们在我们看到就是说 当初林书豪在尼克跟这个甜瓜之间的一些 他其实是没有口角的 林书豪为什么能够窜起来 是因为甜瓜受伤 受伤啊 就他趁着受伤的时候 对 趁你病要你命 当然那个是十四兆英雄啦 就是说那个时间点 其实当时的教练是Dantoni 就现在火箭的教练 他是到了无人可用 他没有兵可以用的时候 不得不用这个林书豪上来嘛 所以说他他给了林书豪的机会 那林书豪就把握住这个当下 做诠释的非常好 就是说他虽然是一个替补的一个角色 但是他把他自己篮球的记忆 在那个时间点就发挥 发挥了 打了大概一个时长的好球 没错 当然他的亮眼的表现 立刻就让甜瓜受到威胁了嘛 所以甜瓜那个时候 本来还要继续休息下去 就是拿翘了 基本上来讲 但是一看到这个林书豪已经窜起来了 甜瓜马上就回来了 马上回来以后 但是那个风头已经转了 当时再加上这个时代杂志 还把这个林书豪连续上了封面了 所以在他不可一世的时候 你甜瓜这个时候要回来去跟他竞争 当然这个大家就会 怎么讲 篮球的这个职业运动里面的环境 就是淡闻新人笑 何来就有人哭嘛 就是说 大家都关注在这个新时代 新冒出来的这个亮眼的英雄嘛 对不对 谁会去关注你这个老人 当然这个甜瓜心理的调试就做了不是那么好 不过最近的甜瓜 我们以后有机会讲了 甜瓜最近的表现 有机会让人家看到一个老将复活的机会 不过才刚开始而已 现在讲还太早 那当这个球季开赛之后 东去也好西去也好 我觉得那些排名同样的跟赛前的预测 可能有一些落差 虽然现在球季才刚开始没多久 那很多的球队像是有勇士 现在是极端不完整的 勇士这个球季 这个已经没有了 就你看他的这个情况 但是毕竟在 在就浪花兄弟都缺场的情况下面 什么时候重整队型还不知道 不过我要关键的是林书豪 林书豪到了大陆大陆打球 这个球季开赛之后 大家看起来很稳定 打得很好 为什么 他要证明他自己是可以打球的 我觉得这个在自信心的这个调整上面 小涛做的是非常非常正确 就是他是一个很正常 很正确的一个心态 来迎接CBA这个球季 我觉得这个对林书豪 重新回到NBA的赛场上 是一个正面的鼓舞 我觉得 你说他有机会在中心 他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因为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嘛 对不对 而且他才三十出头 对 我觉得他的机会就是说 当他在中国市场 大陆市场 他已经成为一个棒球的symbol 他成为一个品牌的时候 那美国的直栏 他一定有很多面的考量 其中一个是商业考量 没错 就跟火箭养姚明一样 那个商业的价值 远超过你能够带来多少分数 好 因此如果林书豪这一年 在CBA打得非常好 他当然光从商业的角度来讲 他被NBA再看中的机会 当然就大很多 当然 感谢商臣来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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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